中信银总经理陈嘉文和搜狗百货董事长黄晴文 手摸荧幕在强烈声光效果后 跳出三张信用卡以及各种回馈项目 措施并购的中信 抢在新兴并开领骨会前一天搏版面 举办联名卡上市记者会 抢发卡要来当王 除了要服务有温度之外 很重要就是要融入客户的生活场景 那很多场景是银行本身是缺乏的 所以我们是一直不断地努力 根据金管会统计7月流通卡数 国内前五大发卡银行 第一名是中国信托 国泰市华则紧追债后排名第二 依序是玉山 富邦和台新 但只看信用卡市场占比还不够 因为近期炒得沸沸扬扬的 金控并购案 接下来国内银行可能也会有新变化 不过我常讲我们银行 在台湾是最大的银行 但是市场占不够大 所以如果有好的机会 做适当非自发性的成长 我们都乐意去评估 新兴病话题就要在10月9号 临时股东会上决战 台新金总经理林维俊最新受访表示 零股会一通过 10月11号就会送件金管会 可能最快一个月结果出炉 而并购后的名字就是台新星光金控 不会有二度更名的问题 甚至旗下受险公司 就会直接保留星光人寿的名称 在2026年合并与接轨 金管会过去一向 不会参与到所谓的股东的一个投票 未来子公司跟孙公司的财务合并 这是一条漫漫长路 虽然无法预期新兴病 是否能在今年底或明年初获得准薄 但众所瞩目的金控并购 第一阶段里程碑即将到来 也让人好奇 后续金融市场布局走向会是如何 东三财政院台北报道